你要抓哪一些的話 當然你不一定要局限說一定要抓P或者抓8 反正你看哪一個比較好抓 所以有的時候抓資料不見得只會有一個方法 你看哪一個比較方便你用哪一個吧 那第二個範例的話上個禮拜最後講到就是 以這個跟前一個最大的差別是這邊只有P對不對 那範例2的話其實最大的差別你們有沒有看到 這個P後面可能會多增加ID 但可能沒有ID不是說一定會有 然後那個這個ID的話後面可能還會加class 不過class好像比較多 所以理論上以優先順序來看 第一個當然最多一定有TAG 但是不見得會有class 也不見得會有ID 但是class的機率會比ID多 所以如果假設這三個特徵都有的話那很好抓 你就可以看哪一個 比如說你要抓其中一個的話那你就抓ID就好了 因為ID絕對不會錯 OK 比如說我要抓什麼 我要抓那個我是段落1跟2的話 那當然我就抓P就可以 如果以剛剛這樣的話 那其實抓一個用P有沒有 GETELEMENTS BY TECH NAME 然後TECH NAME的話就可以把P給他 他就幫你抓 把這兩個抓 因為或者抓BODY好像也可以啦 那就把它抓過來 但是如果你假設你要換個方式 你要抓ID的話 那你變成你要抓2次 因為ID它不是GET ELEMENT不是S 而是GET ELEMENT一個而已 ByID的話 那你ID你要跟他講說我的ID是P1 那他就幫你抓到我是段落1 如果你給他P2的話呢 那就是我是段落2 OK 那我們這邊的話 當然你可以用class的話 只能抓到那個我是段落2 所以如果你要抓我是段落2的話 P的話你可以抓第二個啦 ID的話就抓P2 然後如果是class的話呢 那就是抓那個RAID這個就可以了 我是段落2就出來了 那我這邊我看一下我寫的是 我抓的就是 我用的方式 一樣是把這個丟到這裡面來 然後呢 我是用GET 我第一個是用ID 我假設我要抓第一個的話 那我可以用什麼 GET ELEMENTS By ID 那一樣啦 如果之前你要寫這個敘述的話呢 當然要自己寫比較麻煩 可是現在因為我宣告是early binding有沒有 不是用create object 所以我要點下去之後的話呢 你會發現 這邊又會出現什麼 GET 假設我要抓ID的話 那我就GET ELEMENTS有沒有沒有 一定不會打錯 你用點兩下 然後你要抓什麼ID 你就是直接在這邊敘述 我要抓P1 所以你就把P1給他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抓到我的P1 但是他抓回來一定是包含標籤喔 所以呢 我們後面還要再加上什麼 點Innertest 不過這個點Innertest 點Innertest 也會有耶 所以點Innertest後面呢 你也可以點一下 它會自己出現那個屬性 也不是說只有方法 後面還有喔 然後後面的話你就是 再把它end一個什麼呢 end一個 就是串接符號的話 你或者CHR 或者VBNEWLINE都可以啦 CHR10 把它串一個換行 這樣的話就可以 輸出 如果假設輸出這個 應該是我是段落1啦 如果把這個註解掉 輸出的話應該就是 我是段落1 我是段落1 那如果我要輸出我是段落2的話呢 那把這邊改成什麼 改成P2就可以了 如果是P2的話呢 那理論上應該就是 我是段落2 OK 那我是段落2 如果假如 不用ID的話 其實另外一個名稱 另外一個方法就是說呢 我可以用什麼 用class 因為它這邊 多了一個class有沒有 所以它叫ray 所以我可以用get element有沒有 by什麼呢 byclassName這個名稱 那className的話呢 當然後面一樣 刮弧 給它 它的className 輸出的話呢 一樣啦 點Inertest 不過你會發現哦 如果呢 我直接抓那個 還有一個問題 因為呢 如果你假設用什麼呢 用那個byclassName的話 它得到的結果 絕對不會是只有一個 而是多個 所以怎麼辦呢 那你要跟它講哪一個 那只有一個啦 所以你就記得後面一定要補一個什麼 小瓜狐狸哦 特別注意哦 如果是ID就不用這個問題 但是如果你假設哦 你用的是getelementbyclassName 或者是前一個 tagName呢 一定要加小瓜狐狸 否則的話呢 它不知道哪一個哦 OK 因為它理論上是 預設是多個哦 然後後面的話 才是什麼 才是點 所以這邊0 然後它裡面的資料的話 就是點innertest 不過這個點innertest 好像就沒辦法出現 所以變成你這個innertest 要自己打 好 那這樣一樣哦 如果輸出的話呢 那理論上就會得到的是 我是段落二 一樣跟剛剛 用那個bytechName 是一樣的 把ID的話是一樣的結果 OK 所以呢 範例二的話呢 裡面其實就有三種 方式去抓取你要的資料 那再來的話就範例三 上個禮拜最後講到的 如果裡面呢 除了說呢 剛剛的那個 就是tagName 還有ID 另外還有className之外 再來就屬性啦 屬性的話 你可以看到 如果我要抓的 超連結 比如說這邊有第一個超連結 第二個超連結 第三個超連結 那它放哪裡呢 它放在A的後面 多了一個叫HREF 所以哦 這邊指的是什麼 A這個超連結物件 裡面的一個屬性 叫HREF 所以如果我要取得的是 A底下的這個超連結的話 那你需要先把所有的A抓回來 然後告訴它第幾個 然後呢 再來跟它講屬性 就可以把資料給全部做出 所以如果假設啦 我希望哦 幫我在這裡面 取得所有超連結的話 類似像這樣 第一個 第二個 第三個 那應該怎麼做呢 這裡的話呢 當然哦 我們第一個是需要把什麼 把所有的A抓過來 所以理論上會有三個 三個A的標籤 再來的話呢 才是去抓HREF 所以請各位 也許 把上個禮拜這個再複習一下 因為之後 我們會有很多狀況 會需要抓它裡面的超連結 然後還有呢 抓這個什麼 抓這個 檔案有沒有 圖檔 比如說我今天想要爬取資料哦 不是只有 爬裡面的文字哦 我甚至希望把圖檔也給抓下來 整個項目通通通幫我存檔的話 那當然第一個 你需要先知道 它的 檔名在哪裡 有沒有 檔名跟副檔名嘛 那第二個 就是知道它的網站位置 就可以把那個圖給下下來了 OK哦 所以如果假設我今天需要把這三個超連結 抓下來的話 那首先當然哦 一樣就是用什麼 用getElement有沒有 byTechnine 然後裡面特別注意哦 就是用一個A有沒有 所以呢 把A這個標籤有沒有 小於符號後面是A對不對 如果我要把HREF裡面的資料抓下來的話 那記得因為有三個嘛 所以我跑個回圈 那我用forH的方式寫 每一個哦 因為總共會有三個 所以我把每一個一個的這個資料呢 先放在AI這個名稱裡面 然後呢 AI這個物件裡面的話 後面就有一個屬性 叫做HREF 有沒有 所以後面記得哦 如果是屬性的話 那你記得一定要把它放在這個後面 它後面再加一個 And VB New Line 或者是說 如果你不用VB New Line的話 剛剛我是打什麼 CHR10啦 兩個方法都可以啦 反正就是 都是 等於是換行的意思啦 CHR CHR OK 然後呢 輸出的話就會是 有三個超連結輸出啦 OK 當然呢 我後面還有問到就是說 如果我只要其中一個的話 比如說我只要第一個或第二個的話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那請各位哦 稍微複習一下 因為這個蠻重要的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哦 想要的 是 是 可惡 可惡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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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